这是一只三岁多的雄性普世园林 正值情斗初开的年纪 他希望在今年寻找到自己心仪的伴侣 雄性普世园林两岁就已经发育成熟了 但不一定就能拥有恋爱的权利 这需要他们凭借自身强健的体魄 通过一次次的争斗来赢得 这只三岁多的雄龄 它拥有发达的肌肉 健壮的身体 粗壮的脖子很有力量感 一对勾驱的黑色硬角 看起来很有威慑力 这些都是让他充满自信的来源 他在向雌龄们展示自己 他很渴望得到雌龄们的青睿 他很渴望得到雌龄们的青睿 但没有一只雌龄靠近他 几天以后 他改变了策略 他关注这群雌龄已经很久了 这样的方式很直接 更能全面展示自己的温柔 但是他会错了对象 这只雌龄已经名花有主了 没有一只雄龄能够忍受这样的公然挑衅 他输了 输得很惨 这只脚永久性地断了 普世猿龄的脚 不像陆科动物一样 断了可以重新长出 没有了脚的普世猿龄 有可能就永久地失去了 争夺伴侣的权利 他们的脚 在夺取伴侣 对抗天敌时 起着重要的作用 使他们获得胜利 和保护自己 及种群安全的利器 刚刚情窦初开 就意味孤独终老 全熊群 接纳了他 这是一个由争斗失败的 年老体弱的 未成年的功灵 组成的小群体 他们游荡在繁殖群的周边 离他们不远处 取得胜利的熊铃 已经开始享受爱情 幼灵在模仿中成长 有一天 他们也会去争取自己的伴侣 众群还会逐渐壮大 曾经的参与者 成为了旁观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